主席好 我想第一輪我先邀請 海洋委員會的李主委 跟海巡署的陳署長 主委 陳署長 委員早 主委早 署長早 其實剛剛聽了各位的報告 我們知道其實中國大陸 中共他們在主訓海上民兵 已經行之有年 但是剛剛國防部 張部長跟我們講說 他們主要其實是在 大陸沿海各省的徵用比較大的 這個大的遠洋船艦 什麼來主訓海上民兵 是中共海軍戰力的一環 然後剛剛張副本長跟我們講說 好像這個金門海域是沒有 沒有這個海上民兵的 但是我又從國安局的報告上面看到了 這個中共提供的誘因有 比如說他幫助你去漁船建造 油料補給 加入共產黨等等的 然後他們有他們平常任務 做漁業生產海上維權 宣示海域主權情報收集 暫時有暫時的任務 我想請教主委跟組長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 其實他主訓的目的之一 是避免漁民違規出海捕漁造成 紛爭 兩位同意嗎 這個我想這個委員 我特別要說明 就是說 中共的海上民兵的這個組件 他是一直存在的 但是我們現在要看他 他組件有沒有 他有沒有活動 他有沒有運用 所以說我們剛才這樣 在三個單位的報告裡面 特別跟委員說明的就是說 現在來看到他的 他的運用上面 都在東海跟南海的重要海域裡面 東海跟南海 在金馬海域比較少嗎 對 這個金馬當面的海域上面 並沒有發現 他有在做民兵的運用 是 所以說委員不能說 好像這個金馬當面 就沒有海上民兵 是有 我只是說你們剛剛的說 那個報告裡面 現在還沒有看到這跡象 因為 主委您是這個職業海軍出身的 又還 當過海軍署長 也當現在是海委會的主委 請教主委 你覺得漁民 我們大概講農民 一年有三貨 你覺得漁民他們一年有幾季 他看了漁訓 他配合的漁訓 他就這個漁訓的 譬如說 我們現在四月到六月 是鮪魚季 所以說 這個漁船都是到鮪魚季去 那鮪魚季結束了以後 他又會 這個到其他的海域 其他的漁訓 比如鬼頭刀啊 還有其他的 是 主委 其實我問過漁民 他們告訴我 他們只有兩季 一個叫做旺季 一個叫旦季 對對對 用這種分法是很好 是 就有漁的時候就是 所以他們基本上就像 就像游牧民族 是逐水草而居 追著漁訓走 所以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 其實這個審法會委員 播的那個 3月16號金門事件 您覺得這個 所以他們要講的是 這些越界的大陸漁船 他是巡邏監視捕籍呢 還是他只是越界捕魚 或者是我們在淡季的時候 他們也會從事一些走私嗎 不是嗎 這個跟委員講 報告一下 就是說 其實 我特別講的 3月16號發生的那件事情 其實是一個很單純 很單純的 單純的這個 於是糾紛 就是為了為了我們強勢 要沒收他的身材的工具 他來去搶奪的一個 一個事件 但是你說他會不會越界 來去做其他的 比如說是海上民兵的去做勤收啊 監控啊 會有 我們也不敢保證對不對 會有這種可能 所以說我們 在這個兩岸關係條例裡面 我們就有 近限制水域的規範 是 你不可以進到我 你進到我近限制水域 我們就會驅離 或者說會登檢 我完全同意 因為本席以前也交過水上警察學系 也參與過海巡署的很多活動 所以其實我們基本上都可以確認的是 在3月16號這件事情 其實主要是因為 我們金門縣政府想要清除大陸的非法漁網 剛剛已經都解釋清楚了 然後讓他們大陸的漁船來衝撞反抗 那其實我們去看看 這個就把它擴張解釋成為兩岸情勢緊張 我覺得是有一點言過其實 但是我們還是不知道 我們還是不知道 到底他們還有沒有其他的任務 我們不知道 我們去看看過去的 過去的這個統計 其實最嚴重的時候是在公元2000 2010年之前 我們最多曾經有9萬多起的 這個越界捕魚的 現在其實控制的都還不錯 兩岸自己都有在控管 那我接下來這個題目是想要請教 請教陳署長 我們看到的這些這些漁船和公務船的衝突案件 在過去的這些統計數據裡面 有多少是屬於漁船之間民間的一個衝突 有多少是屬於你認為 你懷疑他們有可能是海上民兵主訓的活動 跟委員報告就是 剛在金馬這個部分 從105年到109年3月份 總共發生的衝突案件總共有14件 從14件裡面這些資訊看來 都是漁民越倔浦漁 對於我們強勢去執法產生的衝突 在所有的資料研判起來 並沒有看到其他的症候 我們現在這14案裡面 是 所以我們如果看 照自由時報的說法 或者是剛剛的國防安全研究院的 這個委員聳聽的這樣子的 一個研究報告 大陸會用這種 為達戰爭門檻 而且是非傳統或非常規的武力 持續製造灰色地帶的衝突 但是我們金門現在是不是只有兩艘海巡艦 那請問 金門現在總共有10艘 有10艘是 對 包括100噸 那個35噸還有20噸還有多功能艇 另外就是我們大艦 我們大的艦就是 有時候1000噸以上的艦就會派駐 尤其是在熱區的時候 熱點時間我們特勤快艇也都會進駐 所以現在金門的這個挺不只兩艘 好 謝謝 這樣子我就稍微放心一點 因為我實在很不願意看到 陳玉珍委員以後要回去 變成那個金門這個防衛隊的那個隊員 這個我還是希望他在這邊當我的招委 那其實我們還有看到了 在這個澎湖那邊露傳越界抽殺的問題也很嚴重 那我特別關心的是 其實台委會今天那個主委的那個書面報告上面有提到說 在既有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搜救合作架構下 我們與陸方相關的海上執法搜救單位持續 進行協同執法聯合搜救等工作 我覺得這個 因為我過去在海巡署擔任委員的時候 我知道我們有很多聯合的演習 那我只是想請教 現在這樣子的兩岸熱線 驚嚇的兩岸熱線還傳真還在不在 我們兩岸共同打擊犯罪跟搜救演習 有多久沒有舉辦了 那我們在3月16號的這個漁船越界的情形 我們跟大陸這個知會之後 他們會不會像那個海峽 這個海基跟海峽這樣子 已讀不回的這樣狀況 這個特別跟委員報告 兩岸的執法的單位 聯繫的平台是一直存在的 而我們兩岸這個聯合執法 協同執法的這個工作一直做 我給委員講一個數據 去年我們108年做了18次 今年我們到現在目前為止 才不過4月我們已經做了13次 那也就是說在3月16號 當天發生了這個事情以後 第二天的17號18號 我們又做了也做了 就在金門地區做了兩次 非常好 所以說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個兩岸之間 我們有這個兩岸人民條例的 這個規範在大家 雙方面也都不願意讓這個情勢 有這個身高的這個狀況 所以說我們在執法上面 也都有非常好的聯繫 謝謝謝謝 謝謝署長 我請那個時間暫停一下 那個署長跟那個 主委都請回 我現在最後一提我是要請 國安局的 國安局許處長 國防部的副部長 副部長還有處長 昨天我看到看到中國時報上面 呂副總統 呂前副總統寫了這篇文章 這次的狼來了 不是預言 那我不曉得你們兩位看過的沒有 這是不是假消息還是 違言聳經在恐嚇 我認為這是前副總統他個人的看法 個人的看法 所以國防部跟國安局也 對這篇的對這個 曾經當過我們國家領導人的 呂副總統的個人看法 你們的評價如何 對他的評 對他這個寫法我們是非常尊重 同時我這邊要表達的是 不管任何時候 我們國軍呢 向來是秉持著勿勢敵之不來 事無由以待至的這個原則 持續的加強化我們的戰備準備 所以我們也常講一句話 自己國家自己救 所以我們自己本身呢 會把我們打造出一個 可以足以自我防衛的一個能力 和決心來護衛我們的主權 還有我們人民的安全 非常感謝副部長 有這樣子的信心 我們因為政治問題 把兩岸共打的管道關閉了 但我剛剛很高興至少 在我們海巡的部分 那個驚嚇之間 還有通 還有這樣通緝 那現在漁船越界的問題 變成嚇人起碼 我們把治安問題 把它升高為邊防跟國安問題 但是大陸 卻有機會來懷柔我們前線的金門民心 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們國防部 國安局 我們一定要居安思維超前部署 不要人云亦云 要告訴民眾正確的資訊 謝謝 謝謝委員指導 謝謝我們葉委員 金門市軍民一家 如果打仗我們也會上前線 沒有看見 那個 我們接著請羅美玲羅委員 謝謝